在我心目中 牛輝真的是一個穩定性作業 我越來越覺得牛輝是超值的 為什麼呢? 穩定 他不會交不到貨給你 最多讓你笑一下 又致敬 近期致敬也少了 他聽到你的聲音 我明白為什麼他跌又跌不到多少 聲音又升不到多少 就是因為他過得去 現在只不過是編劇班底出了問題 以及所謂的監製出了問題 其實我滿心期待韋陀發威 全期都是韋陀擔主線 其實是不錯的 在我心目中 就是我最喜歡韋陀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是多了 不需要跟神武英明一樣 大打一頓打成十頁八頁 其實不需要分勝負就算了 其實我不介意韋陀 是練成狗死邪功的 還有有一件事是不通的 他說狗死邪功會亂人心性 是不成立的 記不記得有個女生 叫天嬌的練了狗死邪功 他有沒有像韋陀那樣入魔 是沒有的 其實我覺得忠英慧已經很厲害了 想到用狗死邪功 令到韋陀練成狗死邪功 那就是狗死狗消合璧 左狗死又狗消 很厲害 用這件事來打贏火患 其實合情合理 完全是令人信服 兩大邪功都是最頂的 最後這樣 無厘頭日又整殘了大龍頭 我不知道為甚麼 即是打一些二打六要威 打邪神才來威 我覺得真的多了 大家都不要緊 都畫出來了 去到最後 其實大家說 散功 這樣就可以散功了嗎 喂 練狗死邪功這麼容易 散功也是這樣 散功不是應該 人會虛脫等等 有些後遺症嗎 今期的標題 韋陀災戰火雲邪神 是違反了雙品說明條例的 因為這期是沒有打的 我猜她說有人死 但我猜是珍珠 大肥說她這本書 穩定 但我這期 反而覺得她的面相 是差了 她有些線條是很模糊的 尤其是畫韋陀 有一兩個 簡直是變了樣子 其實是好看的 但是大橋段 不OK 有些東西像你練成狗死 你不好好利用一下她 就像蒼龍一樣 練成了最高的狗死邪功 你轉過頭 打一個黑癡 就收起來了 我覺得就浪費了 整體來說 過得她 封面 又是過得她 不是差的 其實牛輝不算差 如果你說牛輝差 人家黃蜂濕怎麼搞呢 變哈馬力很厲害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整本書來說 狗死邪功 為什麼叫狗死邪功 就是因為你練這一套功夫 狗死一生 而不是你會入魔 所以從來沒有人走火入魔過 不過 練狗死邪功 就是狗死一生的意思 所以天嬌練又沒有問題 老祖宗練是因為他本身人之善關 狗死邪功沒有關係 沒有人練到那麼大 但是當然 就是我不明白 你說你要廢狗死邪功都打夠遠 就是我們的邪神 就是未打 就自己減了一半 那你打來做什麼 這是第一 第二 他說在武當山 就說了一句話 你受了傷 就等個傷勢去控制你 其實在武當山 就聽了一個謀理 就說了一句話 你就明白了 那我就問你了 你是想狗死 就是你明白 狗死變回狗燒 那就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不用找火雲邪神的 那你就是說 你從頭到尾 沒有什麼必要去挑戰火雲邪神 因為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夠復工 你反而回去 不如這樣 小英 我們今天呢 我讓你綁手綁腳 讓你不斷砌我 打到我套血 流了龍 流了眼水 流了眼水 然後我復工就可以了 就是 所有人和火雲邪神 都要自斷一臂的 就是 他不是準備好了 就是你裝備好自己才出發的嗎 原來沒有一個人 真真正正 是可以全力出擊的 個個都留一手 你殺什麼人呢 連一位台 我現在來抽你 不過先殺了公司 就是每一個跟你打 都起碼先斬了一半來跟你打 你哪有這樣寫故事啊 大佬 就是打麻將 我先輸三底給你 怎麼追啊 是不是 我打麻將 我先輸三底給你 一千元 先輸三叉給你 我完書 你 你經常說中英 中英為他媽的很厲害 沒有很厲害 是他媽的 你這樣寫書 你怎麼寫下去呢 我都說了 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真的要求很簡單 散功 那為什麼呢 就是這樣你可以選 就是你要去廁 你可以選 廢 救死邪功 還是廢 救消真經的 是啊 你不是把你的功力已經融合了嗎 原來你練了一套功夫呢 是兩套的 其實應該是用人性去出發 去講個故事 而不是說你想那個喬權去到哪裡 你想安排火雲邪神和韋陀在這篇裡面 做在最後押軸的隻抽的 你就安排這堆東西出來 其實這個故事很簡單 如果你再這樣說下去 只有一個可能 兩個可能 我就是講第一個可能 他散了功 就不夠火雲邪神打了 火雲邪神不是一級戰民二級戰民打贏你了 然後跟你說 因為你救了我 所以 我放過你 就是要說回那句 就是你要他厲害 塑造他厲害 他就變成他媽的狠厲害 他廢的時候 打個黑痴 就打回原形 這樣 那真的不行 就是 不行了 不能再這樣搞下去 真的要 就是 用回正常 正常的想法去 用回 其實不用正常的想法 你所有人 用人性去出發 你其實都不會說 差太遠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